邵宇 我這邊我必須提出一點挑戰 因為你前面講說 這裡面是有一些瑕疵 裡面包括FBI在調查的時候 他是原來援引的是 由希拉蕊陣營出資的一份調查報告 那現在在共和黨裡面 另外提出兩個事情 他們認為這反映出 整個的調查裡面是有很深的偏見的 有一個是這個 聯邦調查局的副局長 麥凱博 因為他的太太是在競選 維吉尼亞州的參議員 那他太太是以民主黨的身份競選 這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他也得到了民主黨那邊的 金錢上的資助 他們覺得麥凱博的政治立場 是受到他太太扭曲了影響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有一個很資深的聯邦調查局 也是俄羅斯的專家 他這個幹員叫史卓克 他那個時候有一個婚愛情 他在跟婚愛情對象在 兩邊來往聯絡 因為他們都是用官方的手 政府發的手機 裡面有大量的批評川普的 那這個人後來又加入穆勒的調查團隊 那這兩個事情 讓現在的共和黨 覺得你從頭到尾 你們這一群人從司法部到調查局 是有對川普非常惡意的 那你怎麼看 先講Peter Trill 那件事情其實是比較好解釋的 就是說雖然沒錯 他跟他的婚愛情對象 都非常討厭川普 而且還留下證據 可是你記不記得 柯米就是前聯邦調查局局長 在選舉期間曾經兩度調查希拉蕊的 這個電油門事件 那第一次電油門事件 調查完畢之後 要展開調查的時候 聯邦調查局寫了一封信給希拉蕊 這封信是誰起草的 就是Peter Stroke起草 那一封信對希拉蕊的殺傷力非常強大 所以如果說今天聯邦調查局 對川普有偏見的話 那你也可以說 他同時對 在六月的時候 就已經對希拉蕊先有偏見 任何況這個 在希拉蕊 在投票前幾天 聯邦調查局又說要重開第二次的調查 對不對 沒錯 就是說Peter Stroke 他雖然是他的政治立場 政治立場是討厭川普的 他不見得是支持希拉蕊 然後至少在公式上 他也公式公辦 你說他天賦川普 民進黨也可以說 他曾經他兵役還更早去偏頗 去攻擊希拉蕊 所以這怎麼說呢 另外一個人 我覺得這有點黑色地帶 如果你的配偶去支持民主黨的參議員 然後他拿到了民主黨的一些心情的資助 就可以直接說明說 就代表說你也受到影響嗎 不會吧 第二個是 過去陳寗是共和黨的註冊選民 他也投過共和黨的票啊 所以 就是說配偶的關係永遠是禮不斷的 是 其實 現在是不是我們已經進到一個階段 就是說 大家都不是在事實上來爭辯 老實說事實上面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看法 現在是爭取 在政治印象上面 誰能夠佔上風 比如說 川普這邊指責你現在調查的都是有政治偏見的 同樣的 另外一邊也會指責 就是其實你在那個很多時候 也是企圖要做到這樣子的政治上面的影響 我們現在是不是已經沒有辦法 從事實上來討論 是不是有所謂通俄門的事情 而已經變成在政治上面 希望能夠營造出一個氣氛 認為誰在說謊 這個會變成一個主要的 那當然政治操作向來是如此 可是所以如果我們先就這個 這次備忘錄事件來說 共和黨可以說是贏了一小部分 然後民主黨現在能做的事情 只能是說 OK第一個 這份備忘錄有斷章取義的嫌疑 甚至很嚴重的斷章取義的嫌疑 本身也是一個不公平的文件 第二次民主黨 他也已經準備好了一個備忘錄 可是雖然這個被 民主黨版本的備忘錄 在參議院情報 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被封殺 不能公開大方的公募 給全美國人知道 可是他可以透過其他各種方式 洩漏給新聞媒體知道 讓新聞媒體撰寫這個 共和黨的這個備忘錄的時候 有一份參考資料 能夠對照 能夠氣球 達到一些事後的平衡的問題 這是 這是 民主黨唯一能夠做的事情 第二個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看穆勒特別 這個Special Council 他到時候拿出來的這個 拿出來這個 他的調查報告 有沒有足夠的證據 我覺得就特別 檢察官的立場才說 他一定要拿到足夠的證據 他才會去撰寫那個報告 如果他的報告裡面出現一些 意測或是揣測 或是說推斷的話 我覺得穆勒的一世清明 就完蛋了 川普也因此得救 我覺得這個情形 是不太會發生的 稍微我想問 就是說有人講說 其實 川普真正的目標 是阻止穆勒的調查 那 誰能夠阻止穆勒調查 因為現在 是由 司法部的副部長羅生斯坦 來負責監督整個穆勒的特別調查 如果讓羅生斯坦能夠 把他打下去 逼他辭職的話 換上另外一個人聽川普的話 是不是就能夠有效的 能夠阻止穆勒的 繼續的 挖下去 你覺得呢 應該是這樣 如果他換了一個司法部的 新的副部長 他不會去 他不會單獨去阻止穆勒 他一定要想辦法去 把穆勒給換下來 用各種理由 找到各種這個 各種可能的 不管大大小小的這個 借口把它換下來 換成一個這個聽話的人 繼續調查 接手調查 可是這個人因為聽話 所以不會調查 不會有什麼結果 這個可能性大不大 就是說羅生斯坦會挺在那裡 穆勒也會挺在那裡 這兩個人不會走 所以就讓這個調查會繼續下去 還是說他們其實政治上 現在其實是蠻弱的 有可能像豐東殘族一樣 隨時都會被拔掉 不管他們政治上是強勢弱 總統都有權力去開除這兩個人 或者是把這兩個人調職換新人上來 不過就像你說的 總統要考慮 他把這個換掉以後 政治後果會是怎麼樣 對他政治後果是如何 所以現在的這個 被忘錄事件 就是他營造他政治正當性的 非常有力的武器 也營造出了相當有力的條件 下一步就是看他覺得這個 整個民意的風向是什麼 大家覺得你營造出來這個條件 夠不夠我會不會買單 能不能相信 這些人的確有偏見 所以你換人是正當的 以及換上來的人 是不是真的如民眾所希望的 這個能夠獨立展開 公正不偏頗的調查 那個現在是說 川普可能要到星期五 才決定要公佈這一份備忘錄 那可能就到週末了 你覺得現在 他如果真的公佈 有沒有像現在大家所擔心的 是真的有那種 一槍斃命的效果 甚至有些共和黨很樂觀的看說 甚至把這個東西都可以 直接的把前司法部長 當時他下定要監聽的 包括把前聯邦調查局局長 柯敏都拿來起訴 你覺得會有這樣的效果嗎 根據幾家 美國幾家媒體 這個來自白宮的消息 有白宮的高層官員說 這個備忘錄如果真正公開的話 其實它是個啞彈 就是它是個不會爆大的炸彈 當然我們沒有看過這個 備忘錄的內容之前 誰也不敢打包票是這樣講 不過在公佈前一天 有這種消息出來 也實在是蠻奇怪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說 就算它的效果 不如大家想像中的震撼 可是它之前這五天所營造的 或是之前這一兩月 包括它這個福斯電視台 以及所有保守派的人 所營造那個氣氛 也足以讓這個效果 能夠達到最大的編輯效力